我国过去两年对抗新冠疫情期间 许多贪污舞弊行为在暗处发生 反贪汇数据显示 从2020年开始 截至昨天 共有275名年龄介于18到30岁之间的青年 因为涉嫌贪污 遭反贪汇逮捕 当中包括大专业毕业生和公务员 反贪汇副首席专员 都司里诺拉兹兰表示 这段期间 共有231名男性和44名女性 被捕 70人涉及行贿 123人涉嫌受贿 其余人士则是触犯其他的贪污罪名 当中151人被控上庭 85人完成审判 并被判处有罪 诺拉兹兰希望这些数据 能够作为一个提醒 告诉大专业毕业生 不要受到贪污的诱惑 以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